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愿意回来 再教我一次吗 没吃晚饭啊 下午一直在路口等你 我怕吃了饭 就和你错过了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怎么突然就跑过来找我 出什么事了吗 一切都好 我正好在附近见个朋友 不知怎么的就过来了 大概 是有点想你了 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 我去给你下碗面吧 我记得你爱吃辣对吗 我记得你爱吃辣对吗 辣不辣无所谓 只要是你下的面 肯定好吃 识别三日 怎么学得这么有嘴坏舌的 以前是我不懂事 心里一骨子力气 看谁都不顺眼 浑身长刺 是先生涵阳好 不同我计较 还耐心地教导我 你走之后 我仔细回想起来 觉得自己确实讨人厌 那看来我应该早点辞职 你好早点醒悟啊 先生 你回来吧 太太没有给你们请新的老师吗 请了 我不喜欢她 方黎和方华也不喜欢她 我们都希望你能回来 容老板也觉得我辞职了好 父亲同意我请你回来 我把诗卷给他看了 既然你的水平上大学没问题 那就更不需要我了 至于教两位小姐 新的先生应该足够了 先生 你还是介意那天的事吗 我没有回去的必要 况且 我大哥已经给我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那你的工作薪资又不高 你回来 我找你十块月薪 不是钱的问题 其实是不想回去被人说钱话 那你还是介意那事 都是我的错 我找你 够够了 够了 我来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先生 我是认真的 你走之后 我越想越后悔 总想着弥补你些什么 如果能拨回时间的话 我一定好好重新来过 我是真心想麻毁你的 家长 我已经不是你的县长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至少是个长姐 这可是你亲口对我说的 先生难道忘了吗 我 我是家中的长子 从小一个人在外长大 你来了之后 我才感到老游姐姐的关照 是有多么的温暖 多么开心 是你 让我知道在那个家里 我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 你若想当个姐姐 老师 那我就乖乖做好弟弟 学生 只要你跟回来 我一定好好听你上课 绝对不给你找麻烦 你愿意回来 再教我一次吗 家长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好吗 好 我等你 先生 很高兴在见到你 你没有讨厌我 真好 回去路上小心啊 我没有讨厌我 我等你 我ailable あと有什么 你 对不 我都没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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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从小得 没有十二く 你 出海 我都没有一样 这种人 我都没有一样